大家好,我是Eddie,我是David,我是華迪 都會有想過的,但還是想先做好狀態,慢慢玩下去 因為始終這件事不太強求的,還是要看一下財盤的盡質 然後試試看,所以就暫時平常心的 很強求的,會不會很羨慕 羨慕也會的,但有時都知道自己 可能現在還未成熟過時機的時候 有時拿了也好,可能我未必玩到 可能對我的成長會有少許的阻礙 因為我始終比賽的經驗不多,我只是比了四次賽 所以累積多一點經驗之後,再真的自己也有 自然去到的,我相信 我呢,其實我有個習慣,每個比賽都有個習慣 就是我會盤好所有東西,給我的coach 我的助手拿著 那裏面包括什麼呢,包括我要吃的cups 橡筋帶,油彩等等 那我隨時都會可能要些什麼都可以味道 那我就在後台會一直,我有個習慣 就是一邊喝著一些很濃的葡萄糖水 一邊做pump up 要懂得分半時間去做pump up 因為有時還未準備好,有時碰到很厲害,你會很累 那你很累就上台會很累 所以其實這個調節也會很累 可能A組插人都完了 那其實你就要預備,你什麼時候開始碰 因為有時你一碰完之後,可能很短時間 你又縮了水 還有試燈光,真的 你上完擦油之後,你可能淺色 你上台試一試,可能那些燈光比較強 你塗得太硬的,其實你就會變成一塊無線條 那試燈光,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在準備比賽的時候 一般來說,現在可能所有的比賽 通常會有很多大趨勢 Mamphys會有很多參賽者 一般來說,都會先列陣出來 然後每五個至六個出來做一個四個轉向 然後回到後台 然後回到後台 然後就會再出來做四個轉向 就等裁判做一個 first call out, second call out 大約 draft 了 可能最基本 可能會有些比較優秀的運動員 這些優秀運動員就可以入到 semi final 或者直接入 final 看一下當時比賽人數多與少 semi final 出來之後 都是繼續做一個指定的四個轉向 之後都是再選擇優秀的 比較好的運動員出來 再做一個 comparison 都是四個轉向 好,我們有請Eddie為我們示範 自我介紹這一部分 自我介紹呢 就要看回裁判B秀的時候 他可能要你要求兩個或者三個轉向 好 這個第一個 轉向這個第二個 然後到第三個轉向的時候 就要完成你的自我介紹 那如果有人問我 那放多了 或者放少了 怎樣呢 少了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放多了的話 其實可能裁判長就會扣你分 那也是啦 Eddie擺完之後 他就要跟回裁判長的指示 就去回指定的位置 去等候first call out 或者second call out 我們男子形體就會有四個動作的轉向 那首先我們開始的時候 會有一個正面的姿勢 好的 我們也是選手要站定 給裁判長 首先是看到先 好了 然後裁判長會去捏一個 corder turn right的動作 然後運動員就要有一個轉向出現 corder turn right 現在做了一個側面的轉向 通常這個時候也會裁判長會評分 好了 等大概五秒到十秒的時候 也會再叫多一次 corder turn back 再做多一次 背部展現的轉向 也都是等大概五至十秒左右 裁判長會再叫多一次 corder turn right 再轉回另一邊的側面 是的 運動員也是站定 去展現他側面的姿勢 OK 好 然後再還原去到正面的 front position 運動員在這個時候 會做一個正面的姿勢 做到作結 好 然後裁判長會叫 OK Back to stay 回到後面的位置 等待裁判長會叫 好了 那入到最後 final的運動員 那我們通常會有 一分鐘的prost down 3 closing OK 亦是指揭給裁判看 而這個時候 裁判長他們 都會負責去評分 OK 那prost down的開始的時候 那運動員就會 首先去前台那裡 隨著prost down開始 OK 就開始擺不同的姿勢 任意擺 可以擺不同的姿勢 也可以 但我們要注意 盡可能保持男子形體 好像如果太過複雜的prosting 這些classic prosting 就不推薦去擺 因為始終 我們正在給男子的形體 如果你說真的很複雜 在我們一般玩的賽事來說 評判長可能都會去 略作一些扣分的調整 所以這裡也要注意 在一分鐘的時候 也是運動員 展現自己最漂亮的一面 盡量是發揮自己 最漂亮的姿勢 來擺出來給觀眾看 除了有個很漂亮的畫面 裁判長也有足夠的時間評分 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OK prost down完結的時候 OK Back to the staying 等候裁判長去叫一個 頒布名次的時候 可能現在 i3u Pro 其實很多posting 可以模仿 其實可能模仿1,2,3個 你變成3個想學的時候 就會變成超人變身 其實Layshout台 太多動作 反而對你自己的posting 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根本 你展現不到 可能定在5-6秒的時間 給裁判看的時候 你就在變身 其實評判看不到你 你雖然是經常動 但是他不知道你對面是什麼 Jeramy現在的posting 就很流行 現在每個人都走去學 一出來每個人都走去學 開手 你們怎樣看呢 是不是你們都會喜歡學 但很少見你們會這樣做 始終如果是開手的話 你上到台 其實可能是隔這麼多位 但是你一開手 就 中了 所以有很多無謂的東西 就會變成開手的時候 會打到隔壁 但是你 你將來面當然OK 因為他的台大 有時候他走前走後 都不會影響到他隔壁的人 甚至乎他可能有一分鐘去solo 自己的posting 其實他擺一些問題 我就比較喜歡簡單為主 就算可能是我的學生 他們可能快捕食 我都會叫他簡單為主 不要太類罪 因為你要有自己的風格 你可以硬去模仿 某IFVIP PRO的動作 你要了解自己的固域 看自己腰幼不幼 如果腰粗的話 有時候你側側地擺 可能效果會更好一點 如果你腰幼 VTAPER好的話 其實你擺正面 是可以擺得很漂亮 不需要太多花巧的步驟 例如每一個轉向 儘量自己做臨場一點 而且你要信心要夠 iContact 你每一個轉向都要自己很自信 和流場 這個會是重要的 喂 你們兩個實在要27、28公 我來 什麼事啊? Nian Program在這裡? 沒錯 有什麼事發生? Mr.Olivia 半軍 Shan Wooden 為大操 不肯定是吧 是啊 不肯定是吧